8月26日开始 山东济南 临沿 东营多地暴雨 城市内涝 东营地区单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 两小时雨量达190毫米 城区广丽河水位暴涨 河岸两侧人行道被大水淹没 秋叶湖浮桥墨入水面以下 目前只能看到围栏 马路下水道口井喷 车道变河道 后边还有一个宝马X5 后边好几辆车了 这里得有十几辆到二十辆吧 围方寿光市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农民蔬菜大棚被淹 损失惨重 居民间自发送物资的爱心人士披露 辽宁省建昌县20日的特大洪水造成200多个村庄受灾 1000多条公路受损 至今多地断水 断电 断网 人们凭嗅觉搜寻失联人员 雨太大了 水库被撑开了 房子都没了 啥都去 今年颗粒无数 有的冲走了 现在还没找到 然后有的地方有味道 冲淤淤淤淤 找到了 太惨了 不能发那样的视频 大南国的四户人家 冲走了没有了 两个人失联 一个姥姥和姥爷找不着 局账的有一个奶奶和一个小孙女 没有了 夏里不是非常大 但是这个水也太大了 有一个村子 夏里会地是特别的低 这个洪水是一天多来的 人们都不知道 都在睡觉里 房子都冲走了 太吓人了 真面 重灾区大屯镇灾民披露 灾民大多徒手自救 那天晚上水下来的特别急 三点钟的时候还在睡觉 房子被冲没了 挺多的 好多人都来不及走了 一下子就被冲跑了 都还在找嘛 咱家房子被冲走了 家没了 家里的地也都被冲了 种的花生 苹果素都冲产了 家里啥都没有 一天如洗 这个村子是泥水流最严重的一个村子 十户人家现在已经六户房屋被冲没了 然后有四个遇难的人 因为这个天气太热 他们把人就都已经就地掩埋了 八家子镇村民哭诉 一夜之间失去亲人和一辈子积攒的家产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于良 雄斌 张霄宇采访报道